所以两三百万在沈阳市中心买套房呢 你会选择金郎还是会选择亚送 拜拜 拜拜 我得看着你把车开走 他不想跟我走 所以说他开车去金郎等我 走了 这个是建院街天桥 那他写着那篮牌 眼瞅着 这个就是沈阳的北部战区总医院 我们简称叫陆总 陆军总院 楼下就是文化陆 那块就是文化陆的转盘 跟清洁大街交汇的位置 现在是7月22号 周一上午的11点41分 这是这个立交桥上 大家好我是大林 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期视频要拍一拍 沈阳市中心的两处房产 这两天的视频更新了三个 关于亚送的 所以说亚送楼上我就不去拍了 我拍一拍 沈阳最好地段的亚送跟金郎 正好今天早上的时候 有一个外地大姐给我打电话 他说就想在沈阳的市中心 万象城附近买一个房子 那这两个小区 肯定就是市中心位置最好的了 亚送这块如果是单纯开车出行 肯定你要赶上高峰时期 即使这会儿重也会堵车 为什么 首先这个文化陆 这是一个转盘 跟千山大姐 这是主干道的主干道 那边是一大二院 往西斗 开车两公里 差不多不到两公里 这路走 两个沈阳最好的医院之一 这两个 你说这位置能不堵车吗 对吧 医院门口 今天来的时候 因为啥好远 现在这个地铁三号线在朽 所以说他倒窄了 往那边东撤走 就是南塔斜程 然后最好的三所高中 大三校之一的小二冬 就在这个旁边 亚送 亚送的房子 从本身它的地段 我觉得毋庸置疑 从房子角来说 在这个地段 就是这样的产品 过得去 亚送是目前 我觉得市中心 所售卖的这些 精装的小区里边 做的是比较好的 基础性的装修 用的东西是比较靠谱的 这个你实际看就知道了 很多用的理石 地步家具 那些家电类的 都是比较好的 圈程也比较绝对 简单来说 就是都有钱 一二期都已经入住了 包括三期的一部分 现在在卖的这个三期 三期最大的问题就是 靠前那个高层 文化路的噪音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挡光 这后边的房子 肯定都会挡光 这是亚送的售楼处 后边这是亚送一期 亚送局 它的旁边西侧 是亚送的三期 亚送阁 这阁的后边 隔天远是亚送的二期 亚送大院 最贵的也是大院 这栋楼是今年年底能交房的 这个叫一号楼 剩下的基本都是 2025年的年底交房 楼下这是三号线的地铁 它能坐到什么呢 地铁无缝线街 下楼这个地铁 包括马路对面的地铁 二号线 工业展览馆站 它能进小区里边 连通 家里城跟万象城 个小区里边走就可以了 那人打电话的时候 我这个外地大姐还跟我聊到这 说沙阳市中心好地端的房子 那说到亚送的话 就说周围的走到公园得多远 那实际上这到青年湖公园 大概也就700多米的这个距离 就是从我这个位置一直往北走 700多米 大概时间要多少 走给大家看一下 有中到大雨 出门记得带伞 741米 导航的时间 前方沿街运街执行 大约750米 才给我说远了 我是导航到青年湖公园的南门 这会是11点47分 就正常我这个速度走 我觉得应该700多米 不到10分钟 家里的房子 不管是172737 外里面都是这种铝板 只不过37更升级一些 那铝板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外里面 在你小区10年以后 甚至20年以后 基本上能保持 现在你所够满的时候 对吧 10年前20年前这个样子 不会显得特别旧 那这种颜色就显得更亮一些 这种就稍微深 深一点 马宋这个位置相对来说 它周边就属于谁 最市中心的地端了 守着两个医院 对吧 最权威的医疗 教育是7中跟文化路小学 高中2中在旁边 它只是怎么说 相对方便一点 但是移埋亚送的这一种圈城 很多一部分人也都上二种了 还有比二种更好的 出国留学啥的 商场家里城跟万象城 地铁两条地铁线 三号线再见 二号线已经通了 公园就是现在我要走的青年湖公园 要啥有啥 其实可以做到这样 包括其实亚送贵不贵 很贵 那120平的房子 300万到400万能不贵吗 对不对 但我觉得就是我以前不太喜欢亚送 但是多次了解之后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层面上 使用金字塔尖上的这一类人群 我觉得可能针对这个地段去买的 我不需要房子太大 或者说我不需要说 房子做成好到什么程度 而是这个地段 但本身亚送的房子从产品端 装修啊什么的 物业啊都还好 宣传好嘛 对不对 文化路小区 现在再往前走个二三百米 我就要到青年湖公园了 看那个没 那沈阳的彩电塔 也是非常有标志的一个建筑 现在眼前这个是文艺路 南边是文化路 后边是文艺路 57 就这么溜达的拍视频 10分钟 700多米 10分钟就正常了 你可以再快 过这个红绿灯 就是青年湖公园的 这个公园蛮大的 里边还有个内湖 就直线距离走过来 现在就来到了青年湖公园里边 这个很大 早晚的时候人会特别多 你可以看一下 它做的这个效果图 青年湖公园 一多半是青年湖 这边是公园 绿化 挨在雅宋这边近一些 它的湖的对面 这块不是有个地铁口吗 这块是金郎公园 眼看的 金郎公园的好处 如果买前排楼 在楼上俯瞰 这个青年湖公园 在屋里边 感觉蛮好的 为啥没有带大姐 大姐早上没吃饭 这会中午了嘛 你看我拍视时间 这马上12点 刚刚好12点 他今天要减肥 他要夜顿 你就喝水 我说你别走了 他开车到金郎等我 他两个的距离 金郎跟雅宋就差了地铁一站地 距离不是很远 但是感受不一样 如果你说 大林哪个性价比高 可能我觉得金郎的性价比 更高一些 但是 看你想买什么 金郎相当于就 五栋住宅 小区 规模不大 亚宋呢 楼栋比较多 十几栋楼 相对来说 还能有个圆区 亚宋卖点 就是相对极致一点 你要是追究性价比 我觉得是金郎 这个公园里边 这就是城市绿沸 早上 晚上 甚至只要有时间 在这公园里边 溜达溜达 这个感觉是蛮舒服的 今天特别闷 天气暴说 下午要有雨 今天是55%的概率要下雨 只不过现在还没下 这上显示是多云 晚上下 但是超级闷这会儿 开始下雨了 12点07 我又花了10分钟 走到青年湖这了 前面就是金郎公馆 我准备到他的楼上 从屋里边往南拍 看看他那个感觉 大家能看到雨吗 看不到这个运动相机拍的 没那么清楚 下雨就凉快了 一下就凉快了 刚才闷热闷热的 再看看这个青年湖 换个角度看 他这湖边 你可以这么走一大圈 也可以先走绿化的这部分 绕圈走 走一圈没有个 30-10分钟是下不来的 看这湖面的雨水 这能看得很清楚 沿着湖这一圈 都有钓鱼的 拉近看 打着伞 下雨也不当钓鱼 海洋最最最最最核心的一条马路 青年大姐 青年公园 金郎 双向八车道 大姐拿伞来接我来了 谢谢你 秘书公司必须好 大姐把车停在 金郎公馆门前那个停车场了 现在 这个 是五号楼最前排的 旁边他的左手边 这个是四号楼现在还没卖 我给你到五号楼的楼顶 看看他在高区往前看的这个感觉 虽然很多朋友都看过 这个是地铁口 青年湖公园地铁口 他也能坐到地铁入园 直接从小区出来就是地铁口 但这个比亚颂会更高一些 亚颂是将近40层 这个是40多层 39是吧 14 OK 打对号 他这个电机特别快 松不松的 来看一下 一秒是三米快四米吧 差不多 九层了 十层 这两个正常的业主梯 再加上一个货体 这货体是比较宽的那种 独立的电梯间 看一下在44楼往下看的感觉 这已经是离地面130多米的高度了 俯瞰清闲公园 再往前走 外乡城 家里城 这边路走 那边是一大二 旁边是彩电塔 明年大街 下楼 还有学校 往这边走 其中跟文艺二小学 还都是总校 双总校 地铁公园 学校 商业 医疗 能满足要啥有啥 这个高区 像这个110的两房 他没有北向春南向 2560万 这个区间 但是相比较 他比亚颂性价比高在哪 他的这种视觉感受更好一些 虽然他楼层更高 他能给你在你观感上 会让你更舒服一些 虽然都是两房 亚颂的120有优点有缺点 金狼这个110也有优点缺点 但这个相对来说更舒服一点 金狼公园也算拍完了 我跟大姐在网厨走的路上 其实大家金狼也吐槽 亚颂也吐槽 都不是那么完美 但您要知道 想在谁家市中心买房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两个项目 比如说你看景观 金狼会更好一些 你说我就要极致一点 亚颂会更好一点 整体的预价 预售价格都不是特别便宜 这边两室的房子200多万到300万 亚颂那是300万到400万 记住一点都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周边的配套环境都特别的好